嗨!大家好!我是珍妮佛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2024年整體生肖運勢 屬狗之人 在影片開始之前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按小鈴鐺有芯片即時通知 2024年整體運勢屬狗之人 行運即興 只有月空國映入園 在2024年狗寶寶充犯太歲 總體運勢明顯動盪 受到影響較大 會面臨比較大的改變變動 對事物的想法判斷上 或者是與人溝通方面 可能會有一些狀況 也容易產生壓力 而急躁行事 日常不宜做太大的變動 起居出路都要小心謹慎 保持情緒穩定 不要莽撞 需提前做好規劃 主動求變 在工作上的問題 就能得到合理的解決 與同事間的關係 也能得到明顯的緩和 自己的身體狀況 發展也特別理想 在2024年的狗寶寶 需要留意感情上的問題 如果需要與真心相愛的人 步入婚姻殿堂 要想清楚 不要為了結婚而結婚 程序中也是開啟財庫 火庫的做工 如果命中 以水火土為財星 開啟財庫 也會有爆發的機會 具體需要配合八字來分析 建議狗寶寶 在農曆正月十五前 到廟裡安太歲 平時做事冷靜低調 避免衝動 這樣子 充犯太歲年 也會有機會 逆風翻盤 2024年狗寶寶的 觀世音 指引籤 第六十七籤 第六十七籤 金星 是鬥兒 上上籤 詩曰 一條金襯等軍心 無滅 無爭 無仲卿 為事 平生 心 性 直 文章 不是 亦皆明 靈青典故 鬥憶生 因形式積德 後生五子 一門顯貴 五子名為 鬥倫 鬥姓 鬥仁 鬥仁 鬥夷 鬥野 鬥夷投訴某個客棧 上天要視鬥夷的心 於是派遣晶晶 化成凌家少女 夜叩鬥夷的房門 鬥夷不納 此女以頭髓致敬相邀寫 鬥夷中不為所動 開門拔劍追女 女子化作一道金光 進入了地下 鬥夷絕地抵金一定 因爲 金金是鬥兒 已度看鬥夷之城 林千姐 提醒當事人 是鬥的頭其所好 一個人本身如果誠心正直 知理手法 已屬男人可貴 但除了本身的品德之外 如何兼顧人情 也是必須要注意的因素 與人相處時 如果能夠多花一點時間 用心傾聽對方的感受 不但能讓對方 覺得有被重視的感覺 更可因此知道 對方的喜悟 幫著上忙的地方 就盡量協助 而對方的禁忌 也可以避免誤觸 這種處事哲學 跟佛經上所說的 心力滿足武術需求 有異曲同工之妙 人都是互相的 當你替對方解決了問題 讓對方心凡解憂之後 對方也會反過來想要幫助你 這時候再提出自己的看法 與作為 相信一定能獲得 多數人的支持 與認同 讓事情更圓滿 所謂 待人要待心 也是這個道理 此前 心中端正之相 凡事平穩大吉 有熱善好施之力 我是真麗寶 我們下回見 掰掰